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凌云的直播间 第一次财经有热有趣 有获益 今天是4月29 星期四 4月份已经到了倒数的这么一个阶段 很快的4月份就要结束 紧跟着会有一个五一的小长假 下周全周 A股都是停牌交易 所以这两天还是比较关键的 这两天的走私也是基金征盘的关键时候 同时是年报和一级报披露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 场内的影响因素比较多 这是当下市场的一个环境 那么看一下外围隔夜美股出现了盘工的一个动荡 动荡的原因主要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态了 表达了中体鸽派 但是也强调就是资产泡沫的问题 就某些资产泡沫的问题 所以外围市场昨天的走势是美股在尾盘的时候 先扬后遗 有个兴奋的一个拉起 然后紧跟着出现了一个盘中的一个挑水 所以这样就是小幅下跌 结束交易 第二一个就是流动性宽松的 还是有机会保持 经济复苏也还是不错 所以我们看到美元是走弱的 原油的价格是出现显著的一个上涨 就顺周期方向 原油这边出现了大涨 然后比特币是反弹于主 外围市场的一个状况 总体还是回应了鲍威尔的一个表态 另外美国的主要的一些大市值的票 重要的一些资本要股 也跟A股一样进入了一个财报的披露期 所以另外一个左右的因素 就是各家公司 整个运营状况有没有达到预期 是不达预期还是超预期 这样会左右各股的走势 然后再通过这些权动股 再影响到市场的一个表现 这是外围的一个情况 那么对A股今天是没有太多的加分 多少有点扰动 但从A股早上的走势来看 A股还是走出了自己的基调 走出了自己的格局 这个格局是什么呢 今天市场其实是动荡的 是动荡的 小福的这种开盘 就是涨跌付现的这种开盘 然后略微的整理 然后有一个上攻的过程 但是这个上攻的过程 因为是护士这边发力 所以表现为 就是我们今天中午的主题 护墙深作 是上阵武林表现最强 然后创成长的表现最弱 跟前几天的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这里头的原因是热点出现了切换 同时出现了获利回途 导致了护墙深作 前段时间很低迷的一些股票 出现了反弹 比如说像交易 像券商 还有部分顺周期的品种 出现一个反弹的走势 然后呢 这几天走得很强的 比如说像医疗 像这个白酒 出现了一个调整走势 就是场内的出现了一点轮动切换 还是在反映了这个阶段的市场的 很死死寂寂的问题 很死死寂寂的问题 今天这个走势呢 盘中是有点动荡的 然后这个阶段呢 投资者呢 对这个股票的这个业绩 就上市公司的业绩呢 很敏感 很敏感 第二个呢 是反应比较激烈 第三个呢 是区别对待 就是这个市场的 捧场的行业 和没有得到捧场的行业 在出来之后的走势呢 可以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 第二个呢 就是极构膨胀的 和没有得到极构膨胀的股票 短期的走势的强弱 差异呢 也比较大 这个呢 都是这个阶段的 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就是既看上市公司的业绩 又对业绩的敏感 既看上市公司的业绩 又看上市公司的 这个属性 既看业绩 又看股东变化 这个呢 前段时间呢 我们都有过很充分的一个强调 就是一紧过 也建议大家呢 从这些角度呢 思考 市场的一个走势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那么今天呢 有一些上市公司的报表 是相当不错的 起到了刺激作用 一个呢 就是伊利 伊利的一级报呢 确实不错 伊利的一级报呢 不错呢 也跟去年呢 伊利受到的疫情冲击 比较大 有很大的关系 就去年呢 它也同样是面临这个 货送不到 商场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今年就是 这个一级报的表现 就非常的亮眼 同时呢 在去年四季度的时候呢 伊利呢 也做了一些调整 本身呢 这个卖方呢 对它还是比较看好的 那么一级报呢 算是得到验证 所以今天呢 是跳空高开 算是指跌回升 这样呢 是指标股当中呢 表现的比较好的一个品种 第二一个呢 就是像格力 格力呢 公布了它的 这个一级报和年报 一级报呢 这个同比的增长 看起来不错 但是呢 如果你拉开 时间长度 去跟19年比 可以看到呢 格力还是处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 它的主营业务的调整 是没有结束的 也没有走出 这个调整的一个格局 我们就很客观的 心平气和的判断 第二一个呢 它的送配 就是派线 力度很大 力度很大 力度很大呢 对 对所谓的失控人来讲呢 它是有好处的 它就快速 回收呢 这个 投资成本 快速的降低了 这个投资成本 第二一个呢 估计当时收购格力的时候呢 也看重 格力呢 零负债 格力账上呢 有一千多亿的现金 就是 财迹的展示的空间很大 这是格力呢 这个魅力 格力的魅力呢 包括呢 它的净利润率很高 它的净利润率很高 这个做空调 做到净利润率 可以达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这个是很厉害的 然后呢 它零负债 然后呢 它账上有一千多亿的资金 同时呢 估值水平呢 不算高 以这个收购方的价格来讲 这样的话呢 就是快速的分红 可以拿回投资 然后呢 再让格力呢 做调整 财务上面呢 做一些调整 腾诺的空间比较大 但是呢 很大的问题呢 就是疫情的冲击 这个应该是没想到 第二一个呢 管理团队 到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一个 有序的一个衔接 第三一个呢 就是张磊 葫芦里头呢 究竟卖什么药 还没看到它 这个明确的一个处造 这就是格力的问题 所以呢 有很多人呢 就是特别是一些小伞 就会觉得 同比120%的增长 而格力呢 现在呢 又有这个回购的维稳 所以呢 早上呢 是高开 盘中的走势呢 还是高开低走 从这个股东变化里头呢 也可以看到 长线投资者 和机构投资者的部分都没有 长线投资者的典型呢 就是姚老板 姚老板呢 当年 刚刚去敲 董小姐的大门 那就引发了这个 大喊大叫 也罢人敲门 对吧 那姚老板后来没有再继续争持 但是呢 把当时埋住的筹码呢 做了保留 但最近一段时间呢 其实它是一直在减持的 这可以看出来呢 姚老板或是 钱比较紧 或许呢 就是对 董小姐的看好程度 有所降低 买了一千万股 单计 第二一个呢 就是广发基金 最近一段时间呢 我们聊这个义方达 聊广发呢 是略多 略多的原因是 没办法要分析市场 他们是市场里头的主要的一个机构影响力量 所以有时候呢 不得不提到 那么从格力上面呢 也可以看到呢 就是广发的减持力度 是比较快的 也就是说 广发的操作风格呢 越来越 倾向于呢 有快进快出 这样一个属性 第二一个呢 广发的操作风格 越来越对上市公司呢 阶段性的 经营状况的 这个好坏 敏感 敏感 所以呢 这个青年一季度呢 广发 还是挑战力度很大的 包括在格力上面呢 也都能够看到广发的挑战 从2400万股 降到呢 只有700多万股 降掉的比例呢 还是比较大 将近1700万股 这是 归于报 而见全身 这些案例呢 是帮助我们 对市场的认识 也帮助我们 对具体的某些公司的 一个了解 就是格力的一个状况 那么今天上午呢 其实最出彩的 最出彩呢 就是今天这个走势呢 迎合了散户 迎合了散户 迎合散户呢 它是通过两个板块 来迎合散户 一个板块呢 就是像这个跟芯片相关的这部分 对吧 有那么两三个个股 今天成交量第一 成交金额第一的 这个很明显 这个呢 也是银额市场的一个方向 我们看一下这个 看资金流向就好 应该能提现 北京军政 北京军政呢 今天这个 涨停板 涨停板 这种票呢 都是散户呢 占比比较多的 这些占比比较多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券商板块 券商板块很明显 是散户的占比非常大的 也算是呢 在长期调整之后 出现了一波反弹 那反弹当中呢 可能有另外一个理由 就是 正经公司 出现了调仓 减仓 就是 正经公司呢 在减仓 在逐渐的退出 或者呢 给市场呢 有一些 借此炒作的一个机会 另外 一级报呢 券商的业绩呢 是有所分化的 有一些增长还是不错的 因为今年毕竟 这个成交量呢 相对去年呢 是增加的 所以呢 一些强势一点的券商 业务呢 没有被别人抢夺 反而呢 是业务呢 巩固 并且有新业务的一些券商 业绩呢 还是比较好的 今天的反弹 也是借这个展开 这是这部分的一个情况 那么券商的反弹 和围绕一些芯片片 提债股 还有医美 医美里头呢 现在最火的呢 是这种 把资产卖了 然后呢 来做这个医美的 其中呢 有至少有三家 是房地产企业出身 至少有三家 小房地产企业 这个做出了选择 就是要蹭就蹭追着了 对吧 这个热烈 苏宁环球 奥远 还有鲁泰发展 这三个 都是原来的底子呢 都是房地产企业 应该有比较多的 小型的房地产公司 会转向新的赛道 因为在房地产这个行业呢 现在很显然是在做减房 一般的企业呢 活不下来 稍微激进一点呢 现在已经命悬一息 这个是需要做转型 那转型的话呢 最好的做法呢 当然是铁市场的兴奋度 铁市场的兴奋度 这是很合理的一个选择 这里头呢 投机性的会越强一点 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从资金流向上面来讲呢 今天呢 算是出现了异动 这个异动呢 就是散户主打 前段时间呢 一直是散户呢 不太敢参与市场 是一个减持的一个动作 在前段时间 那么今天呢 随着热点的切换 包括什么呢 包括呢 就是这个部分的芯片 还有呢 这个医美的继续炒作 也包括呢 这个全商骨的这个启动 还有包括呢 像交运啊 等等这样一些的动作 所以今天的厂内内置 是散户主打 其他的力量呢 都是防守状态 这是很罕见的 这是很罕见的 然后呢 从北向的资金来讲呢 三五继续 还是一个金白主 31个亿左右的一个水平 是一个金白主的一个状态 所以那全市场来讲呢 我觉得还是一个 热点的一个轮动当中 前期呢 这个压抑程度比较高的 出现反弹 最近段时间呢 涨幅比较大的一些品种 出现了高位增弹 获利回徒 这个呢 都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走势 那么从成交量来看呢 两市成交量呢 是这个比较 比较好的 就是是一个放量的一个博萨 两市合计成交量呢 有五千两百多亿 就五千多亿的一个 换索水平 那么从个股的涨跌比例来看呢 也是涨略多一下跌 这同样呢 是带有散户 参与市场的一个特点 就散户参与市场的时候呢 这个市场的宽度呢 就会扩散 就会上涨的加速呢 多一点 这个数据呢 也反映出来 今天散户呢 是比较活跃的 那么从市场情绪分来看呢 当这个日点呢 能够有所扩散的时候呢 市场的情绪分呢 也会得到加分 但是呢 市场情绪分呢 户深的差距呢 比较大 户深就比较强 比如说户深300 它就超过了这个六分 但是呢 前段时间一直很强的创业板 今天只有四点几分 这个可以看到的 热点之间呢 是出现了一个 敲碗的一个走势 那么从目前来讲呢 我觉得 大盘的最危难的时候呢 肯定是过去了 现在呢 进入一个反弹的第二个阶段 就是热点的进一步扩散 呈现出了轮动 前期呢 这个反弹力度比较大的一些品种 进入了获利盘和套牢盘 双重的一个考验 也结合了他们的联报业绩 一季报的情况 也有个整顾的一个需要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状况 那么因为呢 下周呢 这个全周呢 都没有交易 所以呢 目前来讲呢 我觉得还是得考虑的就是 截后 截后的一个 演变的一个格局 还是呢 需要 我们之前所坚持的 就是把几个中的因素都兼顾到 这样的去应对这个市场 好吧 这是第一个环节 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环节